马印十月家交流学习营在马来西亚静思堂举办 今年来到第三届 主题为生命应利他而丰富 那我们呢希望说我们以佛法来献给他们看 希望他们看到慈祭的美 然后就走进慈祭 那然后呢就跟我们一样穿我们慈祭的衣服 然后呢就跟我们一起行菩萨道 就是入如来世 坐如来依 还有就是坐如来坐 想要接触这个佛法的人 如果去行菩萨道 如果去行布施的人 是其实是在这个社会是很需要这方面的这个爱 怎么去发布去在这个社会 超过640位来自马来西亚及印尼的实业家 参与两天迎对 这次也有学习花艺的菩萨 还有呢也有几位呢 就是第一届参加马亦同学会来 所以他们也会分享 他们这两年在他们自己的改变 还有他在投入印尼的自己的部分 他要对上人的话 他们改变了他们的自己 台上嘉宾除了两国志工分享参与志工的心得 也邀请到来自台湾和菲律宾的讲师 上人正在有一个哲学 就是要最尊严的给予 只要有灾难 他们呢是第一个跑道前线的 马亦实业家交流学习营 台上分享善经济之余 也促成台下两善种子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在我们的entrepreneurship里面 没有可能很少机会会去听到 就是想要去写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我可以将我写的东西 去交回我的company的click 人生的意义就是不只是为了工作嘛 只是要做人就是要为这个社会做事贡献 这是我们最大的收获 我们要灌输这个爱的精神 进去给我们的每月员工 可是怎样开始呢 就是我们要以身作则啦 两天营队希望能启发企业 带动社会美善风气 同时也相约好在志工行列 携手阔步向前 待新闻真善美志工 马来西亚综合报道